文明霸业新手前期怎么快速发展 文明霸业前五级主屋新手期 此时都市免受攻击 为此合理的发展 更有助屋玩家快速离开安全期 为后续发展带来充足的准备 下面就给大家带来文明霸业中新手期攻略 想要玩破解版本的玩家 可以通过UUXOX.COM进行体验 游戏前期优先顺序高的升级选择 是主成等级的提升 进行科技研究的书院建筑则近似无主成 替当使用系统奏送的加速道具 将主成升到4级后 就可保证在一小时结束前 开始4至5主成升级 升级此天赋后 可获得一小时的第二队列使用实践 游户前期不缺资源 玩家的野外实践 主要环视以打野位主 获取额外资源和静电 提高营竹等级和机类道具 主成5级后 游戏系统汇赠 送每个玩家免费的赚服道具 王国千一例 你可以在注册后3天且6级使用 如果有想要跨幅寻找好机友 或有置屋在新区发展的玩家 在主成5级后就要暂时停止主成的升级 此时应优先生集资农田 伐木场等人性建筑 仓库 步兵营等功能性建筑的等级提升则向对次之 如果不打算在5级停留 那么就可以使用系统赠送钻石开启三天实践的第二建筑坠练 优先功能建筑 资源建筑可以考虑在升级组成升级过程中进行补充 因为6级后有太多建筑需要升级 与此同时书院到达级售后开始不停研究 王国千一例有效期进线入册前三天及6级前 票圈视频